现在我们要看的事情是比大小 跟前面的LST图比大小意思差不多 老师说图形比大小直接一道或横切一道 直接一道相同的时间 一个速度变化多一个速度变化少 变化多的加速度换 这个叫做图形上教授 数学上叫斜率 我们不讲斜率 就看因为我相同时间要变化比较多 所以我的线都比较怎样 斜比较抖 所以我有时候看就会了 我看谁的直线比较斜比较抖 就代表值得加速度比较大 所以我们刚才讲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然后直线如果越斜越抖 就代表加速度是越快 加速度比较快 加速度比较快 OK OK 就是了解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数字 没有任何数字 我也知道谁加速度快 这个题我们做过类似的谁快 我们前面做过类似谁快 前面是ST图啊 问数是谁快 现在是VT图讲谁加速度谁快 谁比较快 回答我啊 假 假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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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比较斜 所以他比较斜 所以不需要有数字 不用看图就知道谁会比较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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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我要计算 我要算平均加速度 要算平均公式 delta T delta V 所以需要几个点 两个点 图形上调两个点 时间一速度一 时间二速度二 然后带到公式 就是T1 V1 T2 V 都算出来了 对 所以这叫做 我给我图形 我怎么去算平均加速度 就图上找两个点 图上找两个点 再进去 当然这个叫做等加速度运动 平均会跟顺时一样 你随便挑两个点 答案通通都会 一样 然后答案都会一样 所以怎么挑都OK 那所以我们来再抽一次哦 VT图直线会代表加速度 从头到尾 只有一条直线 就做所谓的 等加速度运动 然后如果直线越习 代表加速度就会越大 然后如果要我计算 就挑两个点 然后带进公式 就算出平均加速度 所以这叫重要的观念 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从头到尾 你只有一条直线 就做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 直线如果越斜代表加速度 就会越大 OK OK 那这个不是等加速度啊 没关系 你只要让我求平均都怎么做 计时开始 速度一计时结束 速度二 所以看你要问我什么时候 但我问我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也一样 E1E2E2E2带进去做好了 然后数学上说 两点定出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就是加速度 就是我的平均 平均 我们讲过了平均的意思就当做你在做什么 等加速度运动 均匀的变化 会在这么多的时间之内有这么大的速度改变 中间实际上怎么变成 也不管不管 不管对不对 中间实际上是不管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两点第一条直线 两点第一条直线 那就是我这一条 那就是我的平均加速度 然后就是这个想法 跟我们前面交AT的想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AT就代表的是速度 这也代表的是加速度